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月珠月桃 大家好 好 看到四隻苦瓜 大家知道多少錢 我這個街市一閘閘買的 這樣買是8元一閘的 但是如果你買三閘的 就20元 即便宜4元 我就買了兩隻苦瓜 一閘豆角 豆角我已經切好了 待會要炒蜆肉 很簡單 四條苦瓜 其實切開很少 我早幾天買了一條東星斑 要來真空的 我給了四大美人 現在就剩下四塊了 我拿三塊做苦瓜燜丹腩 又好菜 其實什麼都可以的 很簡單 這塊就留下來蒸 現在冷了就這麼硬 這些我已經解凍了 已經非常之簡單了 那我們現在就馬上做給大家看 好菜 洗乾淨也要用水紙去塗一下 先塗一下 先塗一下 首先加少許胡椒粉 半茶匙 不用太多 我這次用蒜蓉去醃一下 大約一個茶匙的蒜蓉 讓它有蒜蓉味更好吃 加少許生粉 加一個湯匙 多一點都沒關係 因為我待會會炸一下 我先拌一下 先拌一下 好 加少許味 沒任何你拌 什麼都可以 不過最好不要加醬油 老抽那些 加少許淡味的鮑魚汁 一個湯匙 這樣就很濃烈的味道 加少許油 拌一下 半個湯匙 拌均勻 拌均勻 好了 苦瓜、薑、蔥、辣椒 都已經切好了 這樣就要調定 一個芡汁 其實你可以不調定 到最後才可以 但調定就好些了 大約要加200毫升的水 我們要加少許糖 一個茶匙的糖 然後要加半個湯匙的蠔油 半個湯匙的生抽 好 好 這樣就可以過來 涼瓜燜斑腩 好 過來過來 好 加少許油 現在就可以 爆一下這些斑頭腩 先 好 讓它爆一下 先不要動它 讓它爆一下 好 好 先把它煎一下 好 先把它煎一下 好 好 先把它煎一下 先把它煎一下 先把它煎完 先把它煎一下 好 先煎一煎 油煎了一陣子 基本上還未熟 不過我們要先撈起魚 我其實未拍過苦瓜煮魚 矮瓜煮魚 豆角煮魚 都是這個方法 平均油 現在就可以撈起魚 現在開大火 四條苦瓜也有兩斤 先炒一炒 這些苦瓜也有草青味 所以要炒一炒 炒透 越炒的草青味就會出來了 先炒一炒 剛才說的蜆汁 就是調了蜆汁 就算不調定 現在可以調定 不過調定會比較好 好 淋上去 由於魚是未熟的 剛才說的 現在就鋪在上面 烤熟 一會兒就可以了 一會兒就可以了 差不多了幾分鐘就可以了 炒得太久 那些苦瓜就很噁心了 OK 這樣看看 蜆汁已經漿了 那些魚這樣焗了 它都熟了 那些苦瓜 其實如果你們不介意 放鑊尾油 就更好 不過OK 不要了 油它了 少許顏色都不要緊 好 上去 嘩 涼瓜炒 東星斑藍鴨 好厲害 四個涼瓜 會不會嚇到大家呢 嘩 現在應該 不要管它了 先把它補好 嘩 擺不完 分開了 吃完少許 蒜角來裝上去 就是這樣了 好簡單 涼瓜 這些 這個 是東星斑 大家可以看到 我是用那個真空袋 放了 在冰箱裡幾天 現在少許一點蔥花 兩瓶 這個就是很簡單的 涼瓜炆斑藍 其實涼瓜炆什麼都可以 不是一定要斑的 你用涼瓜炆大魚尾 玩魚尾都可以的 不過這樣做就好吃很多 最重要是煎的魚 不要鬥它 放在這裡 讓它煎透 這些不是洞 沒有這樣的質感 吃到口裡 可能是有雪味 有腥味 甚至乎 魚本身也有一些 不知什麼味 但是這樣煎透了 它特別好吃 你知不知道 那些朋友就說 會不會是洞 不是啦 是不是 很棒 這個涼瓜 我四條 我轉頭就要加 都放不完 希望有機會 嘗嘗我今天 和大家分享的 涼瓜 炆斑藍 多謝大家訂閱 愈煮愈好 煮一個小時 甚至乎九個字都可以 這樣就喝得湯了 一磅蜜瓜的維他命C 含量是113毫克 而一磅新疆蜜瓜的維他命C 含量是180毫克 佔日常建議的攝取量是61% 比蜜瓜多出一倍 今天是9月23日 秋芬 秋芬是什麼呢 秋芬是24節氣之一 每年的9月23日的前後 太陽到達黃京180度時開始 就是農曆的8月中 解清秋芬 芬者中間也 此當90日之伴 故為芬 芬就是伴 這是秋季90天的中間分點 媽媽買這個淮山花的煲湯 成年 芬